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圣保罗男子因贩卖毒品被判入狱 2023年Hallmark圣诞电影 如何观看所有四十部新的Hallmark假日电影 完整日历等 准备好万圣节 这些节日汽车纸巾盒只需22美元 请大家收看 圣保罗男子因贩卖毒品被判入狱 雅虎 圣保罗男子马库斯·安东尼 布莱恩特因在北曼卡托市被查获分泰尼 而被判入狱约9年 他被判一级毒品销售罪 其他31项指控因为变速协议而被撤销 这些指控包括非法持枪 逃避警察和入室盗窃 布莱恩特在北曼卡托市因涉嫌毒品交易 被执法人员拦下后逃离现场 并撞毁了他的车辆 他后来被找到并对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 结果发现了大约1922颗 疑似含有分泰尼的贾奥斯康定药丸 另一名男子 读安 李约翰逊 梅多斯也因此事件被起诉 他的预审听证会定于11月14日举行 2023年 Hallmark圣诞电影 如何观看所有40部新的Hallmark假日电影 完整日历等 雅虎 Hallmark频道将于本周五首应期倒计时圣诞电影系列 标志着假日记的开始 从本周末到12月17日的每个周五 周六和周日 Hallmark将发布三部新的假日电影 除了倒计时圣诞系列外 Hallmark电影和谜题频道 还将在每个星期四发布假日电影 而Hallmark电影现在将发布其电影和胡继生系列 总共 观众们可以期待 Hallmark今年推出40部新的圣诞电影 这些电影将有新的和熟悉的Hallmark明星 包括Lessie Chabert Felisha Rashad和Jonathan Bennett 对于没有有线电视的人来说 有几种选择可以观看 Hallmark圣诞电影 观众可以使用他们的有线电视频据 在watchhallmarktv.com上登录 观看新电影首映的免费直播 或者 观众可以订阅流媒体服务 如Fylo Friendly TV Sin TV Hulu加Live TV Direct TV或Football TV Pro 这些服务都提供对Hallmark频道的访问 此外 观众还可以直接订阅 Hallmark电影现在 以流逝传输所有新的Hallmark圣诞电影 观众们可以期待的一些电影包括 Checking It Twice Where Are You? Christmas Mystic Christmas 和Christmas in Notting Hill 这些电影探索了各种主题 如浪漫 家庭和假日记的魔力 有40部新电影可供选择 观众们肯定能找到一些 能让他们进入圣诞节气氛的东西 准备好万圣节 这些节日 汽车纸巾盒只需22美元 Yahoo 亚马逊正在以22美元的价格 提供一套12个 装有万圣节主题的汽车纸巾盒 纸巾盒的设计 包括南瓜 南瓜灯 糖果和蜘蛛网 纸巾盒很小 可以轻松放入汽车的背托中 方便在外出时使用 它们还富有节日气氛 可以帮助传播万圣节的精神 这些纸巾盒 不仅在万圣节期间有用 还可以在冬季感冒季节使用 这套12个纸巾盒 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因为它们既有趣又实用 而且占用的空间 比一个大和纸巾少 购买过这些纸巾盒的顾客评论 说它们很可爱 很容易放入背托中 而且足够柔软舒适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听说了圣保罗男子 因贩卖毒品被判入狱的消息 这位男子被判入狱九年 这说明毒品问题 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打击毒品犯罪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了 Hallmark频道 即将推出一系列圣诞电影 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时刻 毕竟圣诞节是我们所有人最喜欢的节日之一 对于没有有线电视的观众来说 不用担心 有多种选择可以观看这些电影 你可以使用有线电视频据 在watchhallmarktv.com上登录 也可以订阅流媒体服务来观看 总之 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 都能享受到 Hallmark今年推出的四十部新的圣诞电影 带来的快乐 最后我们得知亚马逊正在以22美人的价格 提供一套12个装有万圣节主题的汽车纸巾盒 这些纸巾盒不仅实用 而且设计的十分有趣 能够为你的车内增添节日气氛 它们不仅在万圣节期间有用 还可以在冬季感冒季节使用 这是一个物美价廉的交易 你不仅能得到实用的纸巾 还能享受到节日的乐趣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你们喜欢 是否有人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或问题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探讨各种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